本期星星美人鱼,临时馆长,由哲原饰演员周一维担任,在一开场中,周一维就宣布了本期戏经的诞生这一主题,并带来了导演周星驰给人鱼们的一封信,气场十足的临时馆长一登台,就提出了一连串难题,令选手们冷汗直冒,著名综艺咖陈汉典加盟伴后茶鱼团,精进美俄姐,微博周一维眼球, 又或抢戏,人气极高的SNH48孙珍妮能否进入时强劲绩小剧场等,都令网友们期待不已,本期节目堪称最严肃苛刻的一期,临时馆长周一维出场后,一连串表演难题接踵而来,人鱼们显然已经被具有深度的专业问题震住了,如今竟所说,选手们已经冷汗直冒,周一维作为实力派演员, 自己不仅对戏认真钻研,现场还给选手提出了问题反思,比如,如何给自己加戏,戏是什么,就很耐人寻味,不过,除了馆长的严肃,周一维还展现了戏精附体的另一面, 应办后茶余团要求,现场即兴表演了一段台词的三种角色表达,断断精彩异常,还与雪晴上演了一段喜剧之王的经典片片段,更惹得现场尖叫连连,瞬间身份无数, 一段嗨爆全场的开场后,便进入了人鱼自我修养环节,开始了最强考题PK,表现欠佳的选手将面临被渔网打捞的危险,馆长周一维临临时决定,给台上人鱼第二次机会, 这意外引起了其他人鱼不满,刘家文更是大胆发出质疑,觉得不公平,认为他们没有演好,就不要再给机会,表示很不服气, 最后周一维做了怎样的决定,从预告片看出,无论是初来乍到的临时馆长周一维,还是饭后茶余团,又或是人鱼选手们, 都高度戏和本期主题戏精的诞生,在周一维的强势感染下,大家彻底解放天性, 金镜和美娥姐就上演了一场强忍大戏,金镜不惜露出相间,美娥姐也不示弱,直接脱掉外套, 人鱼们为了表演强戏这一考题,也使尽浑身解数,SNH48孙珍妮将一桶水浇在头上,实力演绎强戏诱惑, 赵思凡更突破以网裤帅形象,穿着性感长裙倒在台上焦滴滴的喊救命, 抢戏加诱惑,让现场观众一饱眼福,也让大家看到了人鱼们不同程度的自我突破, 在本期戏精的诞生这一主题下,周一维和饭后柴鱼团为人鱼们, 提出了哪些有趣的考核题目,树立了哪些新标准,SNH48孙珍妮, 能否进入石墙冲进小剧场,人鱼们又是如何报效演艺本期的严苛考题, 今晚八点,先行美人鱼,与李报效相见。